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历代黄金圣斗士系列又来了 今天要介绍的是每代都说要做到无情 但其实是比谁都还热血的水瓶座 在圣斗士星史Omega里提到 水瓶座是司长时间与永远的黄金圣斗士 历代出现过的水瓶座包括冰河 一共有6人 一直以来的传统 水瓶座黄金圣斗士都是使用动气的冰属性战士 只有一个空降而来的例外 并且就像星座学说的 水瓶座最重视朋友一样 每代水瓶座几乎都会有来自圣域外其他势力的好友 有的甚至还可以为了好友背叛圣域啊 克雷斯托是LC冥王神话水瓶座外传出场的角色 正确来说 他是LC故事的500年前 约莫13世纪的人 在13岁时就成了水瓶座的黄金圣斗士 听起来好像很威 不过本传里还有一堆7岁就当黄金圣斗士的家伙 克雷斯托经历过两届圣战依然幸存 因为得到女神之血而享有漫长的寿命 其小宇宙强大古老而威严 连伊利亚斯、白里等圣域高层 在他面前也只能俯首跪拜 圣斗士中打过两次圣战的人还不少 举凡像是白里、赛奇、铜湖等 但要论雅典娜最血汗的员工 那肯定非克雷斯托莫属 他不仅打过两次圣战 还肩负起第三次圣战的黄金圣斗士训练悬角 自己在首次圣战后即在西伯利亚隐居 到了18世纪 本体已经极度衰老 长年待在雪山之中 在隐居的过程中 曾救助罹患心脏疾病的少年卡路迪雅 并引导其踏上圣斗士之路 同时培养了迪杰尔 使其继承自己成为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在年轻的白里赛奇年代 曾参与镇压圣域暴乱 用思念体拦下了当代被鸣蝶洗脑的 狮子座、双子座、天蝎座三名黄金圣斗士 以一招钻石星辰灵光 便挡下狮子座离子光束拳 并协助白里赛奇 打败了陷入扭曲的教皇伊提雅 随后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 对无休止的战争产生了怀疑 遇到了同样有着无尽生命 在生命中长河迷失的迦奈特 迦奈特想通过石榴石的能力 创造一个和平盛事 克雷斯托表示非常的赞同 并与迦奈特达成约定 无论此举是否正确都将未知效力 还组建宝石儿军团 自己则作为军团的首领 两人以女蛇龙文章公馆为根据地发展壮大 同时暗中写信给圣域 希望自己的艾图能来解答自己此举是否正确 最后迪杰尔果然不负所望 在对决中领悟绝对零度的动气 击败了老师 克雷斯托也对其时间和生命疑惑的解答表示满意 随后和迦奈特一同进入自己制造的冰封中坦然离世 克雷斯托的必杀技也是历代水瓶作中最多最华丽的 除了能画出匹迪本身实力的强力思念体外 还有冰之战士都擅长的技巧钻石星辰 以及钻石星辰的加强版钻石星辰灵光 此招是将光之力融合其中 可瞬间折射出几亿次 如同等离子光束拳一样的呈现网状攻击 再来就是历代水瓶作的招牌技能 Oloral Execution 束光女神之宽束 此招式的正确翻译本因为极光处形 但束光女神之宽束翻译的实在又牙又盛 所以大家还是喜欢这样叫 甚至连游戏都采用着经典的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 克雷斯托的最大奥义并不是极光处形 而是类似冰灵灸一样的冰封技能 冰之盾 他最后就是以这招将自己和加奈特冰封 克雷斯托无论在实力 声望 贡献度 提息度 应该都是所有圣斗士无法超越的 因此他的评价自然也是 SSS 迪杰尔是LC明光神话登场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师承上一任水瓶座克雷斯托 被誉为胜率中最博士的圣斗士 是个头脑冷静的军师级人物 迪杰尔自幼在北国的布鲁格兰特长大 与布鲁格兰特的领主继承人 尤尼提及其姐瑟拉菲娜 自童年时便是好友 少年时代的他便已担任教皇赛奇的观星助手 由于自己特有的兵系技能 负责给心脏患有顾及的天蝎座卡路迪亚降体温 因此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迪杰尔刚成为黄金圣斗士不久后 圣域就收到克雷斯托的求救信 派迪杰尔奔赴女蛇龙文章公馆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老师克雷斯托已经叛变 成为了女蛇龙加奈特的组织 宝石儿中的一员 迪杰尔先后打败所有宝石儿后 与克雷斯托展开师徒的对决 必杀季极光处形被宾之盾反弹而全身冻结 眼睛也在战斗中受到重创 因此在正传中迪杰尔偶尔会戴着眼镜 最终迪杰尔爆发小宇宙破冰而出 并击败克雷斯托后 才明白师傅真正的用意 是在引导自己领悟绝对领度的动气 圣战开打后 迪杰尔受雅典娜委托 与卡路迪亚一起前往故乡布鲁格兰特与海皇交涉 希望获得蕴含海皇之力的神钢 在好友尤尼体的带领下 进入波赛顿的都城亚特兰提斯 并遭遇为同样的目的而来的拉达曼迪斯与潘独拉 在卡路迪亚牺牲生命击败拉达曼迪斯后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好友尤尼体的阴谋 他因为自身的野心甘愿成为海斗士的海龙将军 并以送出神钢为条件 要迪杰尔解放被封印在雅典娜之湖的海皇灵魂 最后迪杰尔虽然成功击倒并感化友尼体 但由于潘朵拉的白目举动 导致海皇之力借由瑟拉菲娜的遗体暴走 为阻止巨大的洪水淹没地球 迪杰尔将神钢托付给友尼体后 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 将整个亚特兰提斯彻底的冰封 迪杰尔除了不会化成思念体外 其他必杀技都跟老师克雷斯托一样 不过在武力上明显是不敌拉达曼迪斯 虽然被称为圣域中最博士的圣斗士 但也没看他发挥过什么头脑 至于取得神钢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在剧集中也说过 一堆会飞的 会瞬间移动的 会溢次元的圣斗士 都能够前往Lost Canvas 根本也不需要借助什么飞船之力 飞船只是载着一堆杂鱼 去石化送死的功能而已 因此我给迪杰尔的评价仅为 S MISTORIA是ND冥王神话登场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被称为品性高洁的圣斗士 刚出场时 面对空降水瓶宫的冰河 MISTORIA只问来者何人 在听到冰河来自未来 且要到雅典娜身边的答复后 直接就将冰河视为敌人给冰冻起来 随后受伤的士敬魔 抱着中了萨迈尔之毒的女神前来 莎之在见到被冻结的冰河后 也陷入昏迷 士敬魔恳请MISTORIA 一定要将雅典娜带到蛇夫宫 之后也筋疲力竭地倒下 冰河感觉到雅典娜的小宇宙 从冰封中脱身 要求MISTORIA将女神交给自己 在交涉失败后 想以武力让MISTORIA认可 两人使出了水瓶座最大奥义 极光处形对轰 强大的动气冲突 连身在魔戒宫的蚁藏都大为震惊 激战过后 冰河战败倒下 MISTORIA问冰河 为什么不贯彻卡妙的教诲 对敌人保持冷酷 进而导致自己战败 冰河回答说 自己还是无法做到如此 否则对前代太不尊敬 没想到下一秒 水瓶座黄金圣衣竟被冰河冻结 MISTORIA自言自语 若冰河使出全力攻击 或许被打倒的僵士自己 虽然杀掉冰河太可惜 但贯彻冷酷是水瓶座的使命 而就在MISTORIA遇给倒下的冰河最后一集时 蛇群突然从宫殿的四周袭来 MISTORIA驱散蛇群后救火的冰河 将雅典娜交托给他 让他前往摩羯宫 并承认冰河是未来水瓶座的继承者 不过对于该追随雅典娜还是奥德修斯 MISTORIA依旧犹豫不决 但眼见本应是圣域最高贵存在的蛇群 散发的妖气 还是用寒冰龙卷风杀灭的蛇群 认为最终答案很快就会在蛇夫宫浮现之时出现 此招寒冰龙卷风 简称KS 是漫画版冰河在尚未领悟极光处形前的最强奥义 但TB版的动画却将这招改成了极光闪电冲击 オロラ散打Attack 更不晓得是被哪个天兵翻译成金光火焰旋风拳 极光变金光勉强还输得过去 但请问一下火焰到底是从哪来的啊 这意境跟曙光女神之宽恕实在天差地远啊 由于MISTORIA在ND里也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目前毫无任何战机跟贡献度 因此单看实力人品跟判断力 我给她的评价为 A 卡妙是SS本传中登场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在介绍卡妙前先来谈谈冰河的老师 一般最早看到的是TV版动画的水晶圣斗士 后来老车表了动画族 硬是在漫画版将冰河的老师设定为水瓶座的卡妙 于是TV版动画只好改为 卡妙是水晶圣斗士的师傅冰河的师工 但在冥王篇之后所有相关动画 都完全看不到水晶圣斗士的踪影 只能说动画族花了好多时间 才把水晶圣斗士这个坑 从众人的记忆中抹去 而且冰河老师在连载版还有一个无师米罗 详情可看之前的历代天蝎座影片 作为冰河的师傅 在十二宫的战斗中为了考验冰河 卡妙特地来到天平宫挡住冰河的去路 不但将她母亲沉船打落海沟 还将冰河封入冰灵灸之中 若非天平座的武器相救 冰河已经先登出游戏了 随后的水平宫之战中 冰河领悟出绝对灵度的动气 打破冰关 最终师徒二人同时使出 最大奥义极光楚行对轰 卡妙也在将极光楚行 传承给冰河后喊笑而世 很多朋友都在问 明明两人同时倒下 为何雅典娜只救冰河不救卡妙 这道理很简单 冰河可能HP还剩下1 补个血在休养一下后还能恢复 但卡妙已经是完全死透了 就算补血也没用 因为原作漫画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时的卡妙动气根本还未达到绝对灵度 所以被尚不会掌控极光楚行力道的冰河打死也是正常 但我认为卡妙在冰王篇复活后 经过生死交关 此刻的他才真正达到了绝对灵度 因此在黄金魂中才能激活水瓶座的神圣衣 卡妙还有一项别人难以达到的成就 除了刚开始为邪恶的萨卡卖命 在冰王篇还投降过冰王哈迪斯 接着又重回雅典娜阵营破坏叹息之壁 剧场版真红少年传说效忠过太阳神阿贝尔 黄金魂更是直接加入神斗士阵营 打伤昔日好友米罗 最后在圣斗士新史GA也中了幻龙魔皇拳 效忠失落圣域的教皇艾奥罗斯 目前的任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卡妙的必杂技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那几招 冰结缓 冰灵鹫 钻石星辰 极光雏形 在圣斗士新史GA还多了一招极光灭杀 是极光处形的加强版 以红色的极光灭绝世间所有生命 将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 卡妙虽然被称为水与冰的魔术师 但讽刺的是 他却是历代水瓶座最慢领悟绝对领度的 从冰河可以清取冥界三巨头米诺斯来看 卡妙在黄金圣斗士的实力 绝对称得上有宗尚 可惜死得过早 没什么可以让他发挥的地步 连其他外传也没有以他当主角的 但他最功不可没的地方 就是培养出冰河这个小强 因此我给卡妙的评价为 S 冰河是老车在本传认定的水瓶座接班人 但他并不像在圣斗士Omega里的 星矢和子龙 有直接收到黄金圣斗士的证书 只能说冰河是具有资格 但并未正式被授权 甚至连水瓶座黄金圣衣都保护不好 被敌人抢走 导致后背贵鬼都当上黄金圣斗士了 冰河还只是青铜圣斗士 不过冰河比纯打酱油的处女圣 狮子挥好 冰河至少穿过三次水瓶座的黄金圣衣 第一次是在海底神殿 为了掩护星矢破坏生命之处 冰河穿上水瓶座黄金圣衣 硬钢波赛盾的三叉戟 结果极光处形的动气被三叉戟的威力弹毁 第二次是在剧场版真红少年传说 和射手星矢天平子龙 三人不讲武德 联手干掉龙骨座的阿特拉斯 第三次是在极乐净土 对决死神达纳都斯 不过圣衣都还没穿热就被打成碎片了 到了奥美加的时期 同样都在对决马尔斯时受了魔伤 子龙还能保护好天平座黄金圣衣 冰河却是让水瓶座圣衣落入马尔斯之手 而且水瓶冰河的战机也远比不上天平子龙 天平子龙至少干掉过二级客斗士神枪瑞牙 水瓶冰河就真的只是高级龙套角 战机总计二败三分之一胜 因此我给水瓶冰河的评价仅为B 时针是圣斗士奥美加里登场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具有操纵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它原本是时钟座白银圣斗士 后得到美迪亚的许可 穿上卡妙遗留下的水瓶座黄金圣衣 然而美迪亚为了控制时针 在黄金圣衣上下了诅咒 当时针燃烧小宇宙时 会被圣衣给束缚 直至丧失人性 时针在十二宫初登场时 给人很威的感觉 竟然能够操纵时间令对手动作变慢 伏击一票刚从处女宫出来的小强们 但后来仔细想想 根据爱因斯坦的侠义相对论 速度的极限是光束 越接近光束 时间就越趋于静止 而光束只是当上黄金圣斗士的最低门槛 所以这么说来 其实每个黄金圣斗士都具有暂停时间的能力 因此当时针在天平宫对上玄武时 他的时间伎俩完全派不上用场 索性还有一招时间逆行的补血招数 能让自己因战斗受到的伤和受损的战衣恢复 可以慢慢跟玄武耗 但问题又来了 这招会令他消耗超越界限的小宇宙而进入疲态 所以玄武指责他 不过是被圣衣操纵的傀儡 最后被玄武一招庐山上帝霸击败 之后因为过度操纵时间而自身产生了一个异空间 将自己及龙风和龙斗一起带到时间的尽头 时间的尽头是个过去现在未来交错 超越时间的一个夹缝世界 在这里他不需要消耗小宇宙 便强化了操纵时间的能力 可以随意停止时间 加速时间 逆转时间 而且还能无限提升小宇宙 不仅如此 还可以前往任何的次元 所以时针便开始膨胀 自以为实力能凌驾于马尔斯和美迪亚之上 暴露其操纵世界的野心 但最后被刚觉醒第七感的戎斗打败 之后虽然在凭死状态被石之神萨图恩所救 被赋予时间铠甲成为二级客斗士 但我们今天只单纯讨论水瓶座 后面的事迹就不再赘述了 石针是唯一一个不会使用冰属性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 取而代之的必杀技都是跟时间有关 像是令对手减缓速度的时间拳 一定空间范围内停止对手动作的时间停止 还有MP消耗巨大的时间逆行 其致命的杀招是类似极光处形的时光处形 将时间和空间无限扭曲成一个密集的能量点 产生足以吞噬一切的冲击波 真要说起来石针的实力顶多跟仙王座差不多 介于白银的顶点和黄金的擦边 别被他那什么操纵时间的能力给唬住了 这些招式的弱点前面都有提到 对光束的黄金圣斗士来说 时间根本不算什么 就连刚悟出第七感的绒斗都能将他击败 更不用提他那卑劣的人品 因此我给石针的评价为 以上就是圣斗士系列出现过的六个水瓶座 虽然作者想给我们呈现出 水瓶座都是用脑型的冷酷智将 但除了第一代的克雷斯托 其他人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脑跟冷酷 唯有一点不便 水瓶座只适合冰属性 别随意破坏这优良传统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另外阿斯卡近日也推出个人的副频道 以四个漫画的搞笑方式 从曹操的视角看三国 连结会附在影片的下方 喜欢三国的朋友 请帮忙大叔订阅充一下人气 感谢您的收看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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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